光是我們那條妖道 妖怪的妖道 是 他搞了八年 入口可以目測、預測 是 或者是標誌也錯了 這次四千元這件事 每個人都對於這個計劃 只知道是怕四千元 狀況下來了 究竟怎麼做, 哪裡拿表 找誰填, 要遞加什麼資料 全都不知道 不是為了這四千元開飯 但是我跟他分析完之後 你加起來, 可能辛苦一輪 你只能拿幾百元 不如你算吧, 好嗎 他的心態就是 剛才很多市民都是這種心態 幾百元又怎樣 我當然要跟政府死過 幾百元也不要抑掉 在這種心帶填的那份方法 那個寬免其實有多少 要逐個逐個問 躲下拿就行 住劏房的根本就沒有 水費、電費、單業主 然後自己的電話罰 現在就要儲蓄卡 完全沒有 還有老叔那些 他說, 你經常老叔的地點 很疼 那填什麼呢 也不知道怎樣填 是不是在流感高峰期的時候 政府都沒有做過什麼 好像不知道那樣的 那位醫生可能我今年買了二百枝 但原來只有一百元打 那我下年我不訂二百 我可能只訂一百多元 如果下年之後又只有一百元打 那我就又訂少一點 也是說回去年, 炒到針是千多元 對, 千多元 突然多了人打 因為死亡人, 年輕人為何要打 好了, 到現在疫苗大爆發 才欠一支針 近這幾年, 你會發現醫療事故多了 而他們的改善得唯一方法 就是增加報紙 為什麼這個人會出錯呢 剛才的護士說了 我睡覺都睡不夠, 我就出錯了 你不要當他神仙才行 我們香港政府有些官員 想一些政策出來都有多麼荒謬 沒有最荒謬, 只有更荒謬